我不幸成为新男朋友苏紫妍 和他妹妹苏紫妍play中的一环 为了报复我这个抢走哥哥的准嫂子 苏紫妍空降我们公司对我进行职场霸凌 我果断抽身而退 苏紫妍却红了眼睛问我能不能到追我 可惜我已经和深藏公语名当 公司大股东儿子欧浩辰双宿双飞 忘记告诉你 我有个比我小一岁的妹妹 我和她非常亲近你不介意吧 下班前 谈了一个月的男朋友苏紫妍 突然对我发了条微信 不介意 我飞快回复道 然后又补充了一句 我和我表哥关系也挺好的 自己的亲妹妹多照顾点也无所谓 对话框显示正在输入 过了半小时 她回复我道 那就好 今晚见 我正准备收东西下班 路过我桌旁的欧浩辰敲了敲我的桌子 言真 今天晚上要加班见客户 我忍不住在心里抱粗口 我们组五个人 每次一到下班 就告诉我今天要加班 不就是捏定我穷 我不敢拒绝加班吗 老娘 我今天还偏就不想加班了 我挤出一个灿烂的笑容 欧总 你让别的同事陪你一起去呗 我今天和男朋友约好了 一起吃饭 我们小组那么多人 您别近摆着一只羊蒿羊毛 小心把我蒿吐了 说完我背上包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进了电梯里 我们约了晚上九点在我家楼下的烧烤电键 我点了平时和苏子言经常吃的那些菜后 随意挽起了手机 结果打完两局英雄联盟 苏子言还是没来 我抬起头活动了一下酸疼的脖子 终于看见姗姗来迟的苏子言 护送着一个精致的芭比娃娃走了进来 芭比娃娃坐到我对面 笑颜如花地伸手和我打招呼 你好珍珍姐 我是苏子言的妹妹苏子瑶 苏子瑶妆容精致 穿着一条粉色连衣裙 细绑带高跟凉鞋目测有十厘米 长长的头发烫成了大卷 而此时的我素面朝天 穿着T恤短裤 挤着一双假脚拖鞋 苏子言自然地坐在了苏子瑶旁边 脸上挂着宠溺的笑 珍珍 要不下次约会 还是选个好点的餐厅吧 瑶瑶平时都不吃路边摊的 我瞬间黑人问号脸 但我一向是个嘴快过脑子的人 这么想着我也就说出来了 平时约会 你不都吃得挺香的吗 我寻思着 本来就是我们两个人的约会 一开始你也没说 要带你妹妹来呀 苏子瑶连忙拉住苏子言的手 哥哥 你别和珍珍姐吵架 瑶瑶可以吃的 瑶瑶不怕辣 说着 她像是为了证明自己可以似的 拿起了一串裹满了辣椒面的豆皮 放进嘴里 然后立马呛地咳嗽起来 我找老板要来了菜单 放在苏子瑶面前 要不你看看 你想吃点啥 苏子瑶两手做扇子状 放在塞边 对着咳得面色潮红的双颊 不停扇风 不用了 珍珍姐 哥哥会帮我用水涮着吃的 正在这时 我的手机响了起来 我看着屏幕上 黑心无良万恶的 臭资本家的备注名称 沉没了 欧浩辰还真是阴魂不散 我果断挂了电话 把他暂时拉进了黑名单 然后狠狠嚼着一串板筋 看着苏子瑶把烧烤 用筷子一串串拨弄到凉白开里 细心涮到没有一颗辣椒面 再加到苏子瑶碗里 整个宵夜 变成了苏子瑶的专场表演 我刚吃完一串肥肠 便听见了苏子瑶的夸张的惊呼声 哎呀哥哥 别给我涮住大肠 哪个女孩子会吃这种有味的东西啊 我一口啤酒 呛进了嗓子眼里 剧烈咳嗽起来 苏子瑶连忙站起来 一边拍我的背 一边说 甄甄姐 女孩子要洁身自爱 少喝一点酒哦 万一喝醉了遇上坏人怎么办呀 听完这句 我咳得更厉害了 毁灭吧 我正准备掰开她的首发标识 一个西装革履 宽肩窄腰的长腿男人 从鞋前方那桌起身 静止走到我们面前 你好 我和朋友打赌输了 他叫我和店里最漂亮的女孩 要个联系方式 可以给我个电话号码吗 我倒吸一口凉气 惊讶地看着眼前的欧浩晨 这个狗男人 为了让我加班 居然跟踪我到烧烤店 扶住我肩膀的苏子瑶 眼睛瞬间就亮了 他松开我 拨弄了一下垂在胸前的长发 对着欧浩晨自信一笑 抱歉哦 我不会随便给陌生男人联系方式的 我一句干就这样卡在了喉咙里 不上不下 他完蛋了 欧浩晨在我们公司出了名的毒舌 尤其不喜欢这种茶里茶气的女孩子 果然 他对着苏子瑶邪媚一笑 抱歉 我对粉红色过敏 你站远点别爱我太近 然后他迅速拿起我放在桌上的手机 对着我的脸面部识别解锁后 把自己拉出了黑名单 为了验证是否能打通我电话 他甚至拨通了我的号码 然后看着我手机屏幕上的备注名称 冷笑一声把手机抛回来给我 谢谢美女 我们有空再联系 这波操作 看得苏家兄妹目瞪口呆 苏子瑶这个时候终于开口了 他起身拦住欧浩晨 抱歉 我是他的男朋友 请你没事不要骚扰他 欧浩晨轻善一声 你还知道自己女朋友是谁啊 我还以为你旁边这个 打扮浮夸的粉色芭比 才是你女朋友呢 说完这句 他头也不回地离开了烧烤店 饶氏平时苏子瑶温润如玉 此时也黑了脸 他给苏子瑶披上外衣 犹豫了几秒钟对我说 我今天就不送你回家了 我和瑶瑶先回去了 明天见 我随意摆了摆手 没把他的话当回事 因为我正咬牙切齿 盯着欧浩晨发来的信息 给你十分钟时间结束约会 烧烤店门口见 走出烧烤店时 欧浩晨一脚油门 把车停在了我面前 他打开窗台 下巴微微扬起命令我到 上车 客户已经到会所了 我此时正在因为 苏家兄妹没有边界感的行为 气到沸腾 文言只是一边往家的方向走 一边头也不回地说 不去 合同签了 明天就先给你发五千奖金 我拉开副驾门坐了进去 可 我当然不是为了钱 我只是单纯的喜欢工作而已 先送我回家换衣服吧 我低头打量了自己一眼 车后座上有一套新的套裙 化妆品也给你买齐了 我的车窗玻璃膜是防偷窥的 外面绝对看不进来 一会儿到了 我先下车 你倒吃好了再下来 他一口气说完 欧总 全公司那么多人 我们组人也不少 你为什么每次下班 非要让我和你去见客户呢 我叹了口气问道 因为全公司你最能喝 他转过头微微笑了一下 我忍不住对他翻了白眼 欧浩晨是我们销售部经理 我们部门因为要跑业务 每个人拉出来都是酒桌文化中的高手 除了他 因为他酒精过敏 所以每次谈合作他都要带个人一起去 今天或许是我心情不好 又或许是吃烧烤时喝了啤酒 合同签好的那一秒 我也开始头中脚轻了 迷迷糊糊中 我感觉到欧浩晨把我背回了家 他熟练地输入密码 然后把我轻轻放在床上 像以前我每次喝醉时那样 给我煮了解酒茶放在床边 失去意识前 我似乎听见他小声的嘀咕声 言真 其实除了奖金我还有个惊喜要给你 可惜我正准备问是什么惊喜 脑子就先挂机了 第二天醒过来时头疼欲裂 但想到我早就和苏紫妍约好 要一起去看最新上映的喜剧电影 我还是挣扎着爬起来开始洗澡化妆 坐地铁时 我无聊地刷起了朋友圈 新天家的好友苏紫妍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拍了一张我们三个的合照 并配文 新嫂嫂是个大美女哦 我点开那张照片 刻意找好角度还PS过图片的苏紫妍 很漂亮 低着头端着茶杯的苏紫妍 很精致 只有我 因为不知道苏紫妍在偷拍 塞了满嘴的五花肉正在大嚼特嚼 嘴角还有一点油花 我深呼吸了几口气 还是咬咬牙给她点了个赞 半小时后 我收到了她对所有人的回复 别瞎说了 我怎么可能比我嫂子更漂亮 不信你们爱偷我哥 没几分钟 苏紫妍在下面留言 言真非常可爱 但瑶瑶在我心里永远是最好看的 我怒气冲冲打电话给苏紫妍 质问的话还没有说出口 她就先我一步说 抱歉 珍珍 今早太忙了 忘记给你打电话了 昨天瑶瑶吃坏了肚子 现在我陪她在医院里打点滴呢 电影我们改天再去看吧 我的满腔怒意就像打在了棉花上 疲软无力起来 哥哥 我的手有点痛 你快看看点滴是不是打漏了 苏紫妍的声音从电话那边传来 我飞快挂断了电话 仿佛这样就能证明 自己不是再次被丢下的那一个 正在这时电话又响了起来 我以为是苏紫妍打过来的 急忙按下接听 今天有空吗 到公司来一趟 欧浩辰的声音冷冰冰的从对面传来 我深吸一口气 欧总 今天是周六 我入职的时候人事那边告诉我 公司是双修的 结果呢 这个月一共30天 我已经连续上了29天的班了 就这一天 都不能让我休息一下吗 压榨员工也不是这样压榨的吧 我不干了 我辞职 欧浩辰的电话 就像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越说越气 眼泪止不住地涌出眼眶 他沉默了好几秒问 你哭了 我懒得回答他 只是一个劲儿的啜气 回答我 你在哪里 他继续问 我在二号地铁上 我一边哭一边说 在明珠广场站下车 他眉头末尾丢下一句 就匆匆挂断了电话 等我走出地铁站时 他的车已经停在了路边上 你来干嘛 来抓我去加班 上车后 我抽抽答答地问 他递了一张面筋纸给我 你不是喜欢开心麻花吗 他们欣赏了一部电影 评算还不错 走吧 我已经买好票了 说完他不再看我 开车带我来到了最近的电影院 畅快淋漓地笑了一场电影 我心情好了许多 打开手机看了看 没有未接来电 微信也没有未读信息 我强颜欢笑道 你请我看电影 我请你吃晚饭吧 他看了看表说 时间还早 我们先去那里玩一会儿吧 电影院旁边有个很大的电玩城 路过时 我看着剪刀娃娃机里 一只巨大的兔子走不动路了 想要 他挑眉看了看我 显然没想到 我会喜欢这种东西 我点了点头 他把西装外套脱下来扔给我 随意把衬衫袖口 往上卷了两圈 开始聚精会神玩游戏 旁边两个围观的女学生 小声摇耳朵 哇 这个叔叔看起来好帅啊 你看他的手臂肌肉 我要流口水了 我想上去要个电话号码 旁边这个穿裙子的阿姨 应该是他女朋友吧 男帅女美 还挺般配的 听到这句我瞬间黑脸 正准备转身 让他们看清楚 我顶多是个姐姐 两个女孩却突然发出尖叫声 啊 好厉害 三次就剪下来了 她把大兔子塞进我怀里 不自然地挠了挠头发 耳间泛着可疑的红韵 我心不在焉地吃着晚饭 每隔几分钟便按亮手机看一次 欧浩辰突然说 颜真 我们认识那么多年 我从来没有见过你 为了任何人这么神思不属 你就那么喜欢他吗 我叹了口气 郑重其事地说 半年前 我喂养的那群流浪猫里 有一只小黑猫被车撞到了 我抱着他跑到家附近的宠物医院 没有任何一个医生愿意帮我救他 他们都说 就算救活了 后续的治疗费也会非常昂贵 我正蹲在墙边流眼泪 苏子言走到我面前说 他可以帮我给小黑做手术 至于费用 就当他借给我的 我慢慢还就是了 他和我不一样 我棱角分明 只要遇到不顺心的事情 就要对天对地 他是我见过最温柔的人 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对任何一个人发脾气 欧浩辰看着我的眼神中 有一闪而过的失落 快到我怀疑自己眼花了 吃过晚饭他送我到家门口时 突然一本正经地看着我说 言真 其实今天叫你去公司 不是叫你去加班的 是为了让你 真真 你回来了 苏子言从树下的阴影走了出来 打断了欧浩辰的话 他的手上抱着一束玫瑰花 许是在楼下吹了太久冷风 已经有些年吧 我莫名有种被抓奸的心虚感 尬笑了两 苏子言 你怎么来了 他走近我 一把拦住我的肩膀 笑一不打眼底 谢谢你送我女朋友回家 欧浩辰深深看了我一眼 转身走了 你有没有什么要和我解释的 昨天才给了电话号码 今天就开始约会了吗 他一向温柔 但此刻的他有些咬牙切齿 你别误会 欧浩辰是我的直属领导 昨天他指示 他突然扣住我的后脑勺 低下头用纹堵住了我的双唇 我吃惊地瞪大了双眼 下一秒又休暖地闭起眼睛 这是我的初吻 直到彼此冰冷双唇变得火热 他终于放开我 抵住我的额头 低声说 言真 我爱你 你这样我会伤心的 叮咛光浪 身后突然传来一阵巨响 似乎是谁把什么东西踢翻了 我无暇他顾 只将头埋进他怀里 掩饰着自己红得发烫的脸 和跳到快要从喉咙里蹦出来的心跳 不知道维持这个姿势多久 我终于冷静下来 苏子言 你昨天问我介不介意 你和你妹妹关系亲密 我本以为我是不介意的 但当我看着你 一次次 因为你妹妹抛下我一个人 我发现说不介意是假的 我很介意 他微不可查地叹了口气 对不起 珍珍 我以后会注意的 那以后我们两个约会 不准再带你妹妹来了 我趁热打铁 好 他宠溺地在我额头上印下一个吻 那之后 他说话算话 我和苏子尧虽然也起过些大大小小的摩擦 但他总归不再忽略我的感受 欧昊成难得没有天天逼我加班 我们过了一段甜蜜的二人时光 有一天 我发现我的微博多了一个陌生关注 出于好奇我点了进去 发现那个人只发了几条微博 每一条都带着兄妹tag 最新的一条长微博 他写道 我是你的妹妹 我们相依相伴那么多年 既见过彼此最纯真无邪的样子 也曾在小时候相拥而眠 我才应该是你在这个世界上最爱的人 你却被那个贱女人抢走了 抢走你的人 都该去死 我被吓出一身冷汗 直觉告诉我 这个人是苏紫瑶 但我没有任何证据 去向苏紫瑶证明这一切 图片上鲜红的死字 让我一阵阵心惊肉跳 总觉得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一个普普通通的周一 我的预感应验了 公司每周一都会开全员大会 公布一些重要的事情 我刚到办公室 同事便小声和我说 今天会宣布部门主管的人选 提前恭喜你哦 颜真 另外一个同事也凑过来调侃我 颜真 狗富贵 无相忘 我笑了笑岔开话题 让他们不要乱说 但心里却笃定这个人选非我莫属 毕竟我不仅是公司元老级员工 而且已经蝉联销售冠军三年了 会议上 人事部经理公布了部门主管的人选 现在有请我来为大家介绍 我们销售部新上任的主管 苏紫瑶女士 她不仅有着非常漂亮的履历 个人能力也很是出众 苏紫瑶微笑着从门外走进来的那一刻 这个世界开始失真 我听见旁边同事的嘀咕声 颜真为了这个位子 累死累活 全年无休 结果轻易就被别人空降了 果然还是后台更重要 苏紫瑶站定在众人面前 一双凤眼凝视着我 脸上挂着胜利者的笑容 欧浩辰跳了起来第一个表示反对 会议室瞬间炒作了一团 我在众人惊诧的神情中 站起来冲了出去 我颤抖着手掏出手机 苏紫瑶在几分钟前发了一条新微博 你抢走了我最珍视的东西 我也必须抢走你的才公平 我打车直奔到苏紫瑶所在的宠物医院 哭着将他从办公室里拽了出来 将苏紫瑶突然空降我们公司 抢走我竞争岗位的事情 说给他听 苏紫瑶实在太恶毒了 你看看他发的这些微博 他怎么能这样对我 我把手机举到苏紫瑶面前 他沉默着翻看完了所有微博 珍珍 瑶瑶只说自己面试上一家公司 并没有告诉我就是你所在的公司 这些微博 没有办法证明就是他发的呀 这其中会不会有什么误会 听见他一字一句 都是对自己妹妹的维护 我冷笑了两声说 苏紫瑶 配是那么大 我不相信如果不是他的刻意为之 他会刚好来到我们公司 当上我的领导 如果你那么相信他 那我们就分手吧 埃莫大于心思 说完我把手机抽了回来 转头就走 他却从后面一把抱住我 珍珍 不要走 紧接着他慌乱地 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盒子 我本来打算今天晚上送给你的 珍珍 今天是我们恋爱半年的纪念日 你可以嫁给我吗 他牵着我的手单膝跪地 我看着他脸上温柔的笑意 终究还是没忍心拒绝 我还没想好怎么面对这一切 不准备回公司了 所以直接回了家 欧浩辰的车停在我家楼下 他正靠在车门旁边抽烟 紧皱的眉头可以夹死一只蚊子 看见我回来他立马将烟熄灭赢了上来 言真你还好吗 非常抱歉我承诺你的事情没有做到 上周我明明得知 这个星期你的升职通知就会下来的 我那么笃定我会成为新的部门主管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公司有内推升职的先例 在我之前无数次加班后 欧浩辰都告诉我 他会给我写推荐信 看我表情不对 欧浩辰接着说 我今天心情也很不好 我会继续为你争取的 我笑着摇了摇头 不用了欧总 我已经答应了男朋友的求婚 之后会辞职休息一段时间 他比较希望我能够待在家里相夫轿子 他这才注意到我手指上多了一枚钻戒 神情瞬间恍惚起来 他强颜欢笑道 言真 在我心里 你是那种觉得实现个人价值 远比结婚生子更重要的人 可是现实为我上了狠狠一课 资本家永远不会员工当人看 我耸了耸肩 绕过他走进了楼道 睡前 我收到了欧浩陈的微信 言真 我批你一周的假好好想想 不要为了任何人放弃自己的事业 周末 我和苏子言约定好的那样 和他回家见了他的父母 他的父亲和他一样脾气很好 笑呵呵的 对我既热情又周到 吃饭时 坐在对面的苏子瑶 冲我举起了杯子 恭喜你呀珍珍姐 哥哥还从来没往家里带过女孩子呢 饭后我们坐在客厅里喝茶 苏府递过来一个红包 却被苏母抬手拦住了 我和珍珍一见如故 不如我们一起出去散散步吧 妈 我和你们一起去吧 苏子言起身和我们一起往外走 苏母笑了笑 干嘛 难道你怕妈妈欺负你的小女朋友不成 苏子言脸一红 这才坐回了沙发上 走出大门 苏母脸上挂着的笑容收了起来 严真小姐 听子瑶说你父母离异了又各自婚嫁了 我们家比较传统 不太能接受家庭情况复杂的女孩 我沉默了两秒问 阿姨 恕我冒昧问一下 是你们家不能接受 还是你不能接受 她没有想到我会那么直接 微微愣了一下 语气更冷了 有什么区别吗 严真小姐 总之我不同意你和子言结婚 我没有和苏子言打招呼 就自己先回去了 其实我并不在乎苏母的态度 我更在乎苏子言的态度 原本筹划好的订婚宴 因为苏母一直称定 延期了又延期 我渐渐意识到 婚姻并不能成为我的避风港 苏子言也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爱我 我为公司奉献了无数时间和精力 就算要离开公司 我也需要争取利益最大化 在没有找到合适工作之前 我都会留在公司 看我没有主动辞职 苏子言开始想尽办法打压我 我的日子越发难过起来 他声称我之所以能够一直是消灌 主要原因在于 公司把大单子都交给我做 这种资源分配的方式 对其他人来说不公平 我手里的单子对他分了出去 我手把手交的徒弟 也成了他针对的对象 没过一个月就顶不住压力辞职了 我忍不住和苏子言抱怨 他一脸无奈地看着我说 珍珍 我妹妹从小被宠坏了 所以做事情有些自我 但她没有什么坏心思的 以后我们还要成为一家人 你能像我一样多包容她一点吗 原来在她眼里 苏子言的恶意满满 只是被宠坏了而已 我摇了摇头 不再和她多说一句工作上的事情 我的业绩大幅度下滑 工资也开始严重缩水 一天下班后 苏子言走到我桌边命令道 今天晚上陪我去见个客户 似是看出来我要拒绝 她调了调没说 你一直觉得我在打压你 这是公司今年最大的一个单子 你敢不敢接 我强忍住胃里的翻江倒海 点头硬下了 饭桌上 苏子言看着我一杯杯酒下肚 只是挂着浅笑坐在一边 我胃里一阵脚痛 冷汗打湿了刘海 我伸手捂住肚子 看着对方再次递过来的酒杯 微微摇头 谢总好酒量 这单成交了 以后我单独再请您出来喝一顿 今天我是真不舒服 对方却不依不饶 把酒杯塞到我手里 另一只手还按戳戳 往我大腿上放 正在这时 包间门砰的一声被撞开了 欧浩辰拉住我的胳膊 把我拽起来 走了严真 一个小单子而已 犯不着那么卖命 苏子言起身拦住她介绍道 这是我们销售部的经理欧总 对方立马递过来一杯酒 并勾住她的肩膀 企图与她称兄道弟 老弟 我们一起喝一杯 干了这杯我立马签合同 欧浩辰接过他手里的酒杯 冷笑一声 对着墙脚摔了过去 想和我喝酒 你不配 我和苏子瑶同时进了医院 我是因为胃穿孔 苏子瑶是因为被溅起来的碎玻璃 划伤了脚背 苏子言冲到医院 第一时间去看了苏子瑶 确定她无事后才来到了我的病房 她推开门 质问守在我床边的欧浩辰 哦 先生 作为一名男士 就算对方有些过分 你不觉得 你的做法有失丰度吗 正在给我搅蜂蜜水的欧浩辰起身 走到她面前 屈高临下地看着她 作为言真的男朋友 你不觉得 你偏心得有点离谱吗 自己的女朋友 被自己的妹妹 欺负成这样你都看不见 你眼睛瞎了吗 两人剑拔弩张 我抬手拽了拽欧浩辰的手袖 示意她扶我坐起来 我们分手吧 苏子言 苏子言似是没有反应过来 呆愣愣地看向我 在她眼里 我这个倒追她半年 敢都敢不走的女孩子 大概是被她吃定了 她捏如着 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我继续补充道 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 能让我委屈求全 苏子言失魂落魄地走了 我还是不争气地落下了几滴眼泪 欧浩辰凑过来说 想哭就哭吧 大不了我把肩膀进你靠一下 不过先说好了 这套是阿玛尼高定 鼻涕不许蹭我身上啊 我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谢谢你欧浩辰 谢谢你 在我每次最狼狈的时候 陪在我身边 还没有出院 我就接到了公司的停职通知 严真女士 我们收到匿名举报 举报者声称 你和销售部经理欧浩辰 有不正当关系 充当证据的照片中 欧浩辰抱着 因为未穿孔腾到昏厥的 我冲进了急诊 这个人言之凿凿 我之所以弄砸了那么大的单子 都没被开除 就是因为 有欧浩辰在背后给我撑腰 想也知道 这个匿名举报人是谁 去公司收东西的时候 我无意间撞见了苏子言的妈妈 和一个中年男士 在公司停车场 举止亲密地搂抱在一起 站在他们旁边的苏子谣言笑艳艳 丝毫不觉得哪里不对 我甚至隐约听见 苏子谣对着那个男人 喊了一声爸爸 我将这诡异的一幕录下来 发给了和我一起停职的欧浩辰 他很快回了微信 我认识他 这个人是公司股东之一 我想我知道 苏子谣是怎么当上你领导的了 公司的调查结果 很快就出来了 匿名举报信上的事情 纯属造谣 我和欧浩辰回到了公司 公司却流传了很多小道消息 临桌的同事小声和我摇耳朵 颜真 听说你那么快能回来 是因为老欧总出面 干涉了这件事情 老欧总谁 我一脸莫名其妙 回想半天 我并不认识这号人物 老欧总是公司最大的股东 也是欧浩辰的爸爸 欧浩辰可真低调啊 和我们一起从基层做起 天天加班 硬是凭借自己的能力 干到了中层 要不是这次你们两个停职 公司谁都不知道 他家里还有这层关系 你没在的日子里 苏紫瑶被开除了 他和他妈才是那个 和公司高层有不正当关系的人 连带那个帮他 安排进公司里的股东 也因为没按照公司章程缴纳出资 还在背后暗箱操作公司职位 被剥夺了股东资格 嘖嘖嘖 听说这些都是欧浩辰的手笔 他可真的铁鞋手腕啊 想到我曾经多次对他张牙舞爪 出言不逊 我默默在心里给自己点了三根蜡烛 思前想后 我还是约苏紫瑶见了一面 我走进餐厅时他已经到了 两个月未见 此时他坐在窗边上 整个人既阴郁又颓废 我差点没有认出他来 我把手机上的视频推到了他面前 虽然你可能有点接受不了 我还是觉得你应该有知情权 他沉默着看完视频后说 我已经知道了 我爸去做了亲子鉴定 摇摇他 他是我同母义父的妹妹 我爸已经决定和我妈离婚了 我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 只是默默喝了一口茶 苏紫瑶突然说 这两个月我想了很多 我还是想为之前苏紫瑶 对你做的事情道歉 我愣了愣 苏紫瑶 其实我失望的 不是苏紫瑶对我的针对 而是你自始至终 对我们两个的态度 他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小声说 言真 我忘不了你 我可以重新追求你吗 我没听清 因为我的手机响了 看着黑心无良万恶的 臭资本家的备注 我犹豫了一下 还是把电话接起来了 你在哪 我正在和苏紫瑶吃饭 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心里有种被抓奸的羞耻感 欧浩辰撂下一句地址发给我 便挂断了电话 我小声嘀咕道 这个人干嘛呀 也不说自己有什么事 不至于又是找我加班吧 言真 你知不知道 你刚才眼角眉梢都带着笑意 苏紫瑶突然问 是吗 我不自觉地拨弄了一下头发 你刚才问我什么 我没听清 没什么 和过去道个别吧 言真 祝你幸福 他举起酒杯 和我放在手边的茶杯碰了一下 接到我后 欧浩辰一言不发 紧紧抿着的嘴角 一看就知道是生气了 我几次想要开口 都被他满脸的冷峻劝退了 万一他不是因为我想的那个原因生气 我解释起来 岂不是很多余 把我送到家门口后 他一脚油门就离开了 晚上我试探着 给他发了一条微信 欧浩辰 副驾的纸袋里 我给你买了你最爱吃的那款面包 晚上加班别太晚 饿了要吃东西 他不仅一晚上没回 还故意发了一条朋友圈 显示自己没有在忙 他到底对我有没有意思 思考了一整夜都找不到答案 第二天 我顶着两个巨大的黑眼圈去上班 正在精神恍惚中 同事告诉我 老欧总在欧浩辰办公室等我 听说你想当我儿媳妇 老欧总突然出声问道 听到这句话 我差点就跪了 老欧总气场太强 他只是随意坐在沙发上 一双精明的眼睛将我从上到下打亮了好几圈 我便有些坐不住了 饶恕我平时伶牙俐齿 此时也像只锯了嘴的胡一样 不敢轻易接话 欧浩辰先急了 他满脸通红跳起来 爸 那封密明信明晃晃是在诬陷 分明是有人极度严真的业务能力 所以在背后诋毁他 况且事情我也已经查清楚了 难道你要为了公司那个 不允许办公室恋情的破规定 开除一个元老级员工吗 你知不知道不允许员工办公室恋情 用这个理由来辞退员工是犯法的 你给我闭嘴 问你了吗 老欧总一拍桌子 连欧浩辰都只敢加紧尾巴 两只手放在膝盖上 端正地坐在椅子上 看我半天不搭枪 他冷冷道 丫头 我不管你对我家臭小子有没有意思 我不可能开除我儿子 我只有让你滚蛋了 他面色森染 把棒打鸳鸯的恶毒富豪样 拿捏得恰到好处 况且他从小到大 就没有喜欢过任何女孩子 恋爱吧 更是从来没有谈过 我和他妈一直对他的性取向 持怀疑态度 他这人没什么优点 平时不仅钢铁直男还嘴贱 听我一句劝姑娘 喜欢谁都别喜欢他 不值得 我今天总算明白 欧浩辰的毒蛇是遗传谁了 爸 我哪有你说得那么差劲 我已经不靠家里的关系 自己打拼那么多年 难道还不能证明我的能力 平时面对我张牙舞爪的欧浩辰 此时微微低着头 眼角有些发红 我突然生出了几次不忍心 心口还有些酸酸腾腾的感觉 想到他平时对我的照顾 我鼓足勇气握住他的手说 叔叔 你别这样埋态他 他虽然嘴贱了一些 但只要认定一个人 就恨不得把心都掏出来给他看 我确实喜欢他 你要开除 就开除我吧 反正我会想办法当上你儿媳妇的 当然 后半句我只敢在心里小声哔哔 哈哈哈哈 他突然大笑起来 听见了没孩子他妈 你这不开窍的傻儿子 终于要有女朋友了 你赌输了 周末我不陪你逛街了 我要去钓鱼 我们这才发现 他一直和欧浩晨的妈妈连着视频 临走时他面带笑容 伸手点了点欧浩晨的脑袋 你小子 就你那种喜欢一个女孩不敢表白 还拼命惹他生气的 奇怪的刷存在感方式 你老爹今天不帮你吧 这丫头怎么可能承认他喜欢你 欧浩晨被喜悦冲昏了头脑 傻乎乎地问 那这么说你同意我们在一起了 老欧总 哦不 我未来的公公瞅了他一眼 你说呢 我恨不得放三天鞭炮 庆祝你终于找到女朋友了 刚好我正准备把你调到子公司 再历练几年 以后好接我的班 今天公司内部就会出调动通知 至于严真丫头 从今天起 就是销售部的部门经理了 谢谢欧总 我立马谄媚地凑到他跟前 他摇了摇头 这是公司董事会一致决定的 和我没什么关系 加油严真 你的未来有无限可能 事业爱情双丰收 我忍不住在心里插腰大笑起来 后来我们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老欧总也顺利实现了 三年爆两的朴素愿望 顺便一说 婚后 欧浩晨很支持我的事业 我也将他非心无良万恶地 臭资本家的备注 改成了温柔体贴细心的亲亲老公 我这才知道 原来遇到对的人 他会在任何细枝末节 给你充足的安全感 帮你抵御人世间的风浪 番外再见 苏子言知道我喜欢猫 婚后 欧浩晨干脆让我把我喂养的 所有流浪猫 都带回了他的大别墅里 我们本来说好周六一起 带猫咪们去宠物医院检查身体 打疫苗 然后一起把他们带回去的 等我赶到医院时 却接到了他的电话 珍珍 公司临时有个会需要我参加 你先去吧 我开完会回家给你做晚饭 我只好一个人带着一群猫 去他家旁边的宠物医院 你好 我想给我的猫咪们 做一个系统的体检 当我对着前台里低着头的小哥哥 说完这句话后 他的身体有一瞬的僵硬 下一秒 他抬起头 颜真 好久不见 天知道我刻意选了一个 离苏子言所在医院非常远的宠物医院 就是为了避免遇见他 我连忙给我加醋王发了微信 我在医院遇到苏子言了 怀孕了 是 为什么不告诉他 还没想好要不要 我和苏子言坐在办公室里 有一搭没一搭聊着天 欧浩晨突然推开门冲了进来 你怀孕了 凭什么不告诉我 他的眼眶微微发红 捏成拳头的双手 轻轻暴露 那个 我们是在说猫咪 苏子言无语地打断了他 欧浩晨仗红了脸 之后他默默跟在我们旁边 再也不敢多说一句话 体检时 旁边一只大型犬的体位有些大 我瞬间泛起 恶心肝呕了几下 似乎是想到了某种可能 一直闷闷不乐的欧浩晨 抱着我转了好几个圈 我是不是要当爸爸了 真真我爱你 苏子言脸上挂着浅笑站在一旁 文言他呆愣了片刻 双手插兜默默离开了 背影看上去很落寞 有些人 错过便是错过了 只会渐行渐远